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三时许 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成专列抵达香港 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热烈欢迎 习近平主席发表简短讲话表示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再次来到香港 感到十分高兴 明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日 全国各族人民都将和香港同胞一道庆祝这件喜事 在此向香港同胞致以热烈祝贺和美好祝愿 习近平主席说 据上次到香港来 已经过了五个春秋了 这五年我一直关注着香港 牵挂着香港 习近平主席说 我的心 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 过去一段时间里 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 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 历经风雨后 香港浴火重生 呈现出蓬勃的升级 25年来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 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正如习近平主席近日讲话所言 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 具有强大生命力 它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能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 习主席在此掷地有声地向世人宣誓 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从没有动摇 更不会改变 在香港实现游乱倒置 迈向游质极星的关键时期 习近平主席出席回归庆典 必将极大提振港人的信心和士气 对于推动香港社会团结一致谋发展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谱写一国两制的新篇章 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 五年来 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香港繁荣稳定发展 始终欣系香港同胞根本利益和长远福祉 正是在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和支持下 香港才能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迎来今天的大好局面 二十五年来 香港走过不平凡的路 风雨过后见彩虹 如今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 相信自己 相信香港 相信国家 距今会省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齐心协力 团结奋斗 就一定能够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系列活动 气氛热烈浓厚 正是香港新气象的有力写照 也预示着香港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欢迎仪式讲话中指出 行而不错 未来可期 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香港一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主席再次历临香港视察 是对香港同胞的亲切关怀与关爱 是对社会各界的真诚鼓励与鞭策 是对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无限期待 习主席不仅明确表达了 对特区以爱国者为主体的管制团队的 充分信任与有力支持 更加对香港特区未来发展 寄予殷切期待 只要特区上下一心 在融入国家大局中 共同谋划发展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行而不错 则未来可期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